学艺术这件事情 学艺术这件事情 它本身就是一个 看起来像是一个挺空白 然后呢 一般人的对它的认知 是不是那么多的一个专业 最开始做这个research的时候 选择 想要走艺术这条道路 然后呢怎么去准备 其实是一个全新的 一个相当于空白 需要我自己摸索的一个领域 我想学艺术 我想学插画 我想做一个画画的人 之后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就是画画 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我一直都觉得 艺术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很喜欢它 是因为非常的享受这种 能把自己想象里的 潜意识的东西 变成现实的这种能力 在北极光上课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他们能带来很多 在这个行业里面 从业者的很多经验 然后听他们和他们交流 以及就是被他们指导 画的很多东西 就能发现自己 有很多需要提升的空间 我发现我的基础的一些skill 就是还不够扎实 我觉得画师的课程设置 其实对于一个要准备 作品级准备考大学的 一个艺术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课程 对于每一个人不同的状态来讲 会有不同的更合适的教学的方式 然后来match up这个学生的schedule 还有他的这种进步的曲线 会有在Sharton 或者在你要考的大学的教授 或者说这个专业领域的 课作的教授来给我们做critique 我觉得这个呢 帮助是挺大的 就发现了这样一个 可以push我自己的一个机会 尤其是如果是一直在自己画的话 一直说到都是complement的话 就是很难找到 自己应该往什么方向提升 也就是会产生平静期吧 如果你和我一样 是一个正准备 或者正在摸索 把艺术作为你未来职业道路的人 请和我一起加油 我在多伦多等你 我在北极光等你 在北极光等你